今年6月端午連假第二天 中国籍软性男子驾驶小艇直闯淡水河口 被逮捕之后向监津表示 他是因为发表了对中国不利的言论 所以想要投奔自由 而胜利地检署调查之后 认为软性男子违反未经许可入国罪 症结后提起公诉 开快艇直冲淡水河 端午連假第二天 中国籍软性男子自称为了投奔自由而来 夸张行径触动两岸敏感关系 收押后症结起诉 软先生会不会后悔 因为 开走走环境还好吗 要回去吗 确定起诉他还是否后悔 前方认为软性男子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还追查有没有偷盗台湾军情 会经许可入国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上查无涉及其他军事或国安等犯罪情事 中国籍小艇越过海峡中线 闯淡水河口进入渡船码头 海巡雷达直到六海里才锁定 各界担忧海上防卫漏洞 而且闯河口连首都中枢都拉紧爆 投奔自由成了挑衅国防底线 起诉后面临的后果很严重 是可以处到五年以下的有机徒刑 而且还必须在我国经过审判 以及入监服刑 服刑完毕也会再将他遣返回中国大陆 审完关完还会遣返 染性男子届时很可能还要再面对中国追究相关责任 驾驶快艇红金号直闯淡水河 已审后敏感案情还是备受各界关注 记者刘四周东林冯浩宇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